利用工作闲暇时间来到寺院道场服务 从坐中学增进道心 佛光山高新一区大辽第一分会的督导卢玉霜 利用工作的闲暇时间到佛光山凤山讲堂 担任佛式义工 从坐中学习并增进自己的道心 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在工作 然后我们会把自己有一些剩余的时间 除了在家庭以外 我们就多余的时间会出来跟大众结缘 就是以服务然后在工作中 然后在服务中的互相然后来学习 然后自己也在成长 在自己的不管在工作上或是家庭上 都会自己都会学习到很多很多的 很多很多都自己都会一直成长 然后也在出来服务的大众中 就是做中学学中做从不会 然后在道场里面我们写到很多很多的 很多很多的知识啊 还有师傅这边也会教我们很多 教导我们很多很多非常多的 在这边写到自己让自己心灵更多的成长 我们一定要出来跟大众结缘 一定要常常的出来服务大家 然后对自己的一些自己的观念啊 或是自己的行为上态度上自己都会学习都会成长 其实最大虽然说是出去 出来服务别人 其实最大受益的是我们自己 如玉霜居士呼吁所有佛地址 若时间许可下可以多到自己亲近的道场帮忙 除了可以调整自己的行为态度与观念 也能广结善缘 他认为担任义工看事在服务终身 实际上最大的受益者是自己 史方新闻黄惠罗黄凯杰高雄采访报道